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闪电看剧 最近创造营大势来袭 本来专心科剧的闪电 也没能抵挡住诱惑跟着看了几眼 大家知道闪电是剧迷 对综艺节目这种真的不在好 所以在完全没有做任何功课的情况下 去看创造营感想还挺不少 想在这里跟大家聊聊 不洗不喷哦 快点 这两年陆寒好像没怎么露面 不知道是不是专心谈恋爱了 反正热搜或者大火的节目里 都很少看到他的身影 创造营听说有他 我还是很期待的 这种节目不仅小姐姐们要C位出道 导师们的C位也一直是大家的关注点 第一届黄子涛 第二届迪丽热巴 第三届难道是陆寒吗 XO时代闪电也是粉过陆寒的 我觉得他很优质 唱歌跳舞颜值哪个都不差 而且对于成团出道 陆寒也有着丰富的经验 当导师中的C位应该没啥正义吧 毕竟隔壁节目蔡旭坤都是着急人了 结果创造营的海报出来了 这个回家的诱惑版的海报嘛 嗯陆寒站在黄子涛的后面 看来C位还是人家黄子涛的 虽然节目官方说这次是教练团制 反正这个海报陆寒让了个肩板呢 随着节目的进行 闪电继续思考 陆寒会是什么部分的教练呢 Vocal吗 没问题吧 陆寒唱歌那个小高音 就算在XO里面也不输给别人 肯定是Vocal老师啦 结果毛不易出来了 嗯好吧 毛不易应该也救不了别的吧 那么毛不易是Vocal老师 OK 那陆寒当舞蹈导师总可以了吧 陆寒前些年在舞蹈节目中 也是召集人呢 结果宋茜出来了 嗯好吧 让宋茜负责舞蹈 那难道陆寒是负责Rap 可回想一下 似乎黄子涛同学在XO里面的Rap 唱的比他多呀 那陆寒的位置到底是什么呢 难道是负责气氛 毕竟陆寒在跑男里面性格也很好呀 结果大张伟出来了 在没有了解创造营导师背景的情况下 我完全不知道陆寒负责什么部分 仔细想一想 陆寒这几年的定位越来越模糊了 要说综艺 陆寒在什么节目里都挺谦虚的 彬彬有礼 很优质 但是就是没什么特别突出的点 而黄子涛呢 刚回国那会儿 黑他的人绝对比粉他的人多 但黄子涛上完了真正的男子汉 我们的法则之后 竟然被评为长在笑脸上的男人 网上黄子涛的沙雕片段满天飞 看黄子涛的综艺 你可以不喜欢他 但你绝对会控制不住自己能笑出声来 而黄子涛也抓住了这个点 拍的电视剧 比如说跟杨幂的谈判官 比如说夜空中最闪亮的星 还有去年的艳势翻之新青年等等 虽然人物类型呢都差不多 但就是加深了在别人心中 黄子涛又爱耍帅又容易出糗的臭屁性格 可拙可蒙 实力圈粉 综艺感十足 综艺这块 陆寒就差点事了 其实陆寒在唱歌方面也是不错的 比如说闪电就很喜欢听他唱的 我们的明天甜蜜蜜 但他自己出的专辑嘛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团队不行 歌曲的火爆程度真的比不上他个人的名气 在音乐方面 前队友张艺兴最近上了我是唱作人 虽然书给了盖吧 但是他的歌都挺火的 而且也让观众知道了张艺兴有自己创作歌曲 有自己配乐编beats的能力 越来越往实力拍转型 再对比另一个前队友吴亦凡 回国就铁了心要当中国说唱第一人 先不论功力如何啊 毕竟说唱这块呢 闪电完全不懂 闪电也就是个淡黄色长选的水平啊 不好判断 but 吴亦凡唱功不用提 人家歌是真的好 高小松曾经在访谈中提到 说吴亦凡用最最奢侈的方式做了唱片 花重金找了全球最顶尖的制作人 都是给比亚西 瑞安娜这种大明星写歌的大腕 把他们全都聚在一起 二十几个人天天花钱如流水 最后的歌呢 也做的确实很棒 都非常经典 单曲iTunes榜单冠军 等于说让老吴在世界上打开了局面 一会儿看完这个视频呢 大家可以再去听一遍他的Juice 我觉得还是挺酷的 吴亦凡在说唱节目里当导师 也当得有模有样 眼看着要往RAP大宗师的路上去了 要说跳舞呢 陆寒也曾经是热血街舞团的召集人 那个我也看了 其实也挺好的 不过他身边的王家尔 仿佛在舞蹈上功力更足 而且同时 这样的节目迎面撞上了 黄子涛的这就是街舞 两个节目谁胜谁负 我们就不评价了 但是呢 在同一时间里出现了两档 同类型的节目 观众分流是很显而易见的事了 最后要说到演技 这个倒是其他人都比不了 毕竟陆寒除了出演电视剧 也上了很多大电影 在重返20岁 和跟杨幂的《我是正人》里面 表现都不错 可惜呀 一部大制作《上海堡垒》 把好口碑都给砸没了 非常可惜 而且他被爆出 在拍摄《上海堡垒》的同时 边拍戏边看欧冠 让观众质疑他工作认真的程度 总的看来呢 陆寒的综合实力是挺好 不管唱歌跳舞综艺 把它放在哪个位置呢 都挺合适 但要与别人比起来呢 又总是觉得缺了点什么 我觉得啊 陆寒呢 就是太正常了 正常这个词 在生活中肯定是包一次 在这个奇葩当道的年代 身边有个正常的朋友 是多么难得呀 可是 娱乐圈啊 那可是妖魔鬼魂 横行的地方 不作不会火 想请请参见 隔壁栏目于初心 一开始大家说他作 看着看着呢 又觉得他真实可爱 试想 如果他不吵不到 做一个安静的美少女 谁能看到他的真实可爱呢 提起吴亦凡 咱们可以来对 freestyle 提起张艺兴 会想到 努力努力再努力 提起黄紫涛 手机表情包 已经要放满了 而提起陆寒 好像只能想起关小彤了 有人给陆寒的标签 是佛系爱豆 好吧 陆寒本人可能就是这种 不争不抢的性格吧 那我们也只能祝福他了 最后放一个 以前陆寒的高光时刻 还是希望他能够出 更多更好的作品 来回馈粉丝 好了 以上呢 就是闪电的个人看法 没有想捧谁 也觉得没有要黑谁 那么你们看完之后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 给闪电留言 也可以告诉我 是否希望我也偶尔 追着综艺节目呢 那么这期就先说到这里吧 不要忘记订阅我 打开提示的小铃铛 我们说好一起追剧 一起看电影哦